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要讲一个中国的事情 唐山发生的 六七个男人打大概两三个女人 在6月10号当地时间凌晨2点多钟 一个叫烤串殿殴打 与此同时,有人翻出 两三五年前中国共青团中央 他说中国很安全 然后嘲讽了一下美国 他上面怎么写的 说深夜出门撸串 不好意思,美国给不了你这种安全感 凌晨2点在路边撸串 半夜独自外出 这些在中国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 在美国却可能成为一道催命符 在国外深夜出门可不像中国这么简单 你现在再看一下唐山男子 这不叫骚扰,就是性骚扰并且殴打 两三个女人 你看完之后你有什么感觉? 人神共愤 我看了那个视频 完整版大概四五分钟 我是非常的愤怒 当然我现在并不是说张牙舞爪 我是非常的愤怒 但我看了网上许多人的看法 有人说 当然大部分都是骂这些男的 人渣促成等等 也有人说 为什么旁边的男性 他没有叫做见义勇为 或者是默不作声 沉默的大多数 然后还有人会讲 中国男人怎么这样 或者有人又骂 北方男人都是这样 首先我想说的是 这属于旁观者效应 这在心理学上 包括美国 你如果在纽约 你看到街头有人打架 包括地铁里面 他们是没有枪的 因为但美国好多人是有枪 可是你在美国 你看到好多视频 有人当街去强奸 没有枪 他们没有枪 男的就强奸一个女的 有人去地铁上打 旁边好多人路过 都没有人制止 因为这个属于旁观者效应 为什么呢 你在那个情况下 如果你想获救 有一个很好的方式 你抓住一个怒人 说救我 如果你被打了 你抓住旁边一个怒人 假设旁边有10个人 20个看客 你抓住其中一个说救我 这一个人本能他就会站出来 但是如果你 如果是旁边的人 就是你光喊救命救命 没有人 因为旁边的旁观者 10个人20个人会觉得 这个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吧 别人也会报警了 这曾经在美国都发生过 当街有人把另外一个人给打死了 然后旁边的住户没有人出来 因为旁边的住户觉得 哎呀我出去干嘛 会有人去报警呢 我就不管了 人的这种普遍心理 当然这个时候 但一般情况下 人在遇到那种暴力 突然之间你吃饭的时候 发现旁边有暴力 你本能是惊讶的 懵了 你可能一两个人打架 就两个人对打的时候 你是不会懵 但是你突然之间 你发现七八个人 十几个人的时候 你整个人就会懵掉 就相当于 还有一个心理学上 还有一个叫什么 在一个广场有一个人跑 大家没人在乎他 跑吧 有两个人跑 但只要有四五个人 跑出一个 跑出两个 跑出三个 跑出四个 一大群人 几百个人 集体的跑 你问为什么跑 不知道 所以我想说的是 这些旁观者 为什么没有去上去 去跟这些男的打 首先这些男的 一共六七个人 如果你让他一个看客去上去 那基本就是送死 基本上 而且我看他们 基本都动酒瓶子了等等等等 我想说这是 昨天我不是讲的 男人女人 两性关系 男权社会 首先我跟大家讲 人类的犯罪 是性别上来讲 男人女人 大部分犯罪 男人犯的 男性 你去监狱里面 你去一看 基本上全他妈是男的 而且基本全是底层 底层 这就是为什么女性 她在交往的时候 家人的时候 她直接就把底层给屏蔽掉了 底层的话 她的性暴力 包括家暴 大大上升 全部是这样 底层 基本上就是人渣 就积累了人类所有的 悲剧的色彩 底层 你可以说底层很可怜 不管是底层的男的 还是女的 全部 她们没有接受好的教育 没有资源 基本就是人渣了 干的事情也不是人干的事情 男性跟女性 大致人口比例1比1 可是监狱里面 基本7-80% 90% 是难的 我再说凶杀案 凶杀案 这个比例 就杀人 比如说拿刀 拿什么什么 拿枪 或者说拿拳头 开车 撞死人 各种各种 凶杀案里面 更是高达90% 以上全 男的干了 全部 我可以这么讲 女性就是 成为杀人犯的概率特别低 几乎就不存在 女性 尤其是那种 面对面的 拿拳头 拿刀 拿枪去杀人 几乎是不存在的 因为她跟女性的 可能是跟基因 就高丸同一关 男性是一种攻击性动物 而且男性的话 头脑是比较简单的 那为什么人类创造的东西 像科学文化等等等等 包括组织形成 我们一个社会的组织形式 基本都是男性确立的 任何国家 包括统治机器 国家机器 这些东西 为什么要上层建筑 全是男的 因为男性的 他的智力分布 我只讲智力分布 大部分是偏低的 纯粹工具人 只有极少数 他那个智商特别高 能力特别强 控制能力 领导能力特别强 这些人建立起了这个社会 而大部分男性呢 相当于享受了这个福利的 成为了这个统治阶级 就是因为男权 就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嘛 到今天还是这样 因为男性控制了人类的几乎所有资源 人类的所有工作 男性的平均工资 同一个工种高于女性 所有 包括在工作的就业机会 升迁 全部是男性高于女性 所有 我讲这个犯罪 我看到有人就在下面讲 哎呀 说如果那个女的被打的是你的老婆 你为什么你能不上去吗 我想说 如果你总是从事后诸葛亮去 谴责那些叫做旁观者 或者说受害者 有人总是从受害者 哎 有人正是说 这女的两点多钟凌晨 为什么还出去考窜啊 这种人纯粹人渣了 你应该谴责的是犯罪者 而不是受害者或者旁观者 一定要搞清楚 我讲 男女他在这个我们的社会中 确实人类社会 我讲不仅仅是中国 美国 我就说吧 美国根据数据调查 美国的家暴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十左右 美国的 性 就是家庭中的性暴力 也是在百分之三十左右 美国这国家 我看过一个数据 不强奸案 就是叫女性去报案了 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 而在所有报警的这个案件中 百分之九十七的强奸案是无罪自放 只有百分之三 他是会被处罚 而只有百分之一 这个强奸案件被定罪 别的国家基本都是这样 别的国家 因为这个是我讲的是 女性被系统性迫害等等等等 他是全人类的 在几乎所有国家所有领域 全是这样 所以我这么讲 我跟你讲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女人 你这辈子最好就不要结婚 因为你是一个普通韭菜女的话 你这辈子 你首先等级高的男人 把你操一操就扔了 你也找不到等级高的男人 因为你是一个韭菜女吧 周围的也是韭菜男 如果你找了一个韭菜男 找了这个算是性格好了 那算你命好 大概率你的婚姻中伴随了家暴 为什么美国就是许多国家 离婚率这么高 离婚率高了百分之四十几 跟这都有关系 但是女性的话 好多情况下她不会去报案 因为她觉得 我比如说强奸 强奸了她被报案 大家都知道 朋友之间都知道 原来你被强奸了 包括家暴 为什么许多女的 她一旦获得家暴 她就宁愿离婚了 许多的时候她不去报警 因为如果说她报警了 假如说她报警了 把丈夫给那个 但不一定把丈夫坐牢 不要听信谣言认为 一旦家暴 这个男的就会被判刑 包括那个美国一离婚 女的就会分得男人一半财产 不要信那些都市传说了 男性她一大部分 她控制了这个家庭财富的大部分 你跟她打官司 你怎么打 她拥有社会关系 她认识的人 就是说她动用的资源 远远超过你女性 你怎么搞 你仔细想一想 在这种情况下 女性假如说她在婚姻中被家暴 大部分她就忍气吞声了 或者说离婚了 那为什么她如果一去报警 一去报警 这个公开化了 公开化之后 她如果离婚了 如果离婚之后 她再结婚就难了 非常难 因为 哪个人跟你结婚 那结婚的人 肯定要查一下你的底细 你的底细 你前夫怎么样 包括女的 找一个男的 肯定也要问 你这男的前妻怎么怎么离婚 她也会去问 如果说 这从心理学上来讲 假如一探 你把你前夫给告了 后面的男的不会跟你结婚 风险太高 因为她会觉得我要是跟你相处 你他妈也把我给告了 这个女性她她会有这个 心理压力 包括我们讲 包括谈恋爱 为什么许多女的 她不会告诉你 我有多少个男朋友啊 我跟多少个男人上口床啊 不光不光中国这样 在美国也这样 我在美国接触过了一些女的 基本上跟你一说什么爱情呢 一说什么有几段什么 男朋友啊 或者怎么样 她基本都跟你讲 两个 三个 或者四个 没有人多少人跟你跟你说 哎呀 我有十个男朋友 什么 没有 但你一听 当然这个并不是 这个只是 相当于同学之间 朋友之间 见面聊一聊啊 开玩笑啊 这是你底几个男朋友啊 等等的 为什么 因为女性天生的 不是叫天生 在这种男权社会下 女性她知道 首先女性的 她的能力 大部分的工作岗位 优秀的工作岗位 全部被男性胜利 女性她拥有的优势是什么 性 美色 所以你为什么你会发现 女的去勾引那些高等级的男性 她会用什么勾引呢 就是美色 胸 屁股 性 全是这个 因为她这个是属于有优势的 她为什么不说 我的工作能力强 那个上级 什么 什么市长 或者什么县长 或者亿万富翁 你跟我合作吧 很少 我讲的大部分 因为 在这种 她从交换价值来看 你要你 首先女性 大部分普通人 没有背景 家里面没有钱 就是个打工仔 穷屌丝 你要想上位 你要拿东西交换了 那就信嘛 那你交换了之后 伴随的是什么 信暴力 一定会产生 一定会有 因为当这个男性 他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 他高顾你太多了 他等级高顾你太多了 一定会伴随信暴力 一定会伴随 包括许多的中国女的 比如嫁到美国 就是要办身份 办绿卡 他们的婚姻中 大部分是伴随信暴力 一定的 比如说为什么 这从心理学上就能够解释 因为你要依靠我 你要靠我办身份 那你不听我的吗 或者说我家这个钱 全是我生的 你就在家干活 家庭主妇 你能不听我的吗 你不听我的 你外面没法活了 绝对是这样 大多数起码超过80% 就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记住 人类社会是建立在 金钱权力之上了 你要想获得足够的尊重 你必须掌握金钱权力 掌握一切资源 那这世界必然 它就围绕着你赚 为什么男性 他要追求的 是金钱权力 女人呢 他要追求一个好的男人 提高他的生活水平 我讲大部分是这样 这本身就是错误了 为什么 我说每一个人 每一个女性 你必须拥有工作 你不要相信什么 他妈家庭主妇 还是什么狗屁的玩意 唇利骂扯淡的 一个国家 你他妈全当家庭主妇 你的地位绝对不可能高 绝对 什么都扯淡 你必须要有钱 你必须要有工作 而且你必须要有权力 就比如说选举权 选总统 选女的 警察 包括检察 检察长 检察局长 法官 因为你必须掌握国家的实际权力 否则的话 根本 根本就 呃 男性 今天是一个男权社会 男性的地位高于女性 并不是因为男人的力量高于女性 而是因为男人他掌握的社会资源高于女性 所以女性你如果要想有平等 你必须要掌握足够的社会资源 这太关键了 就金钱权利 这个太重要了 没有这个的话 任何法律都无法保障你的利益 有人说那怎么办 那如果你是普通的韭菜女 我说实在话 你真的就不要结婚了 你普通的韭菜女啊 我跟你讲的普通 你普通韭菜女遇到的韭菜男 全你骂垃圾 说白了 大部分 只有极少数说 真的给你当个舔狗 舔一辈子 给你供着的 不过那个 那个也难 因为女性 你要想找一个比你稍微差一点的男了 你也看不上 就是 你也看不上他 你只能往上看 你往上看 就是地位已经不对的 那你必然会被 就霸凌 必然的 就几乎他妈 这是 就是人类是等级社会 人类是等级社会 阶级社会 所以你最好 我讲普通韭菜女 就别结婚了 遇到这男的 如果你真的有性生活 找一个什么 这个韭菜男里面 有一个或者怎么样 你就跟他说 要不要搞一炮啊 约炮就完了 又有性生活啊 但是你结婚你就真的别结了 太他妈 很恐怖了 而且是在任何国家啊 你拥有 你普通人 你拥有一个工作 比拥有一个男人重要的多了 不要不要信什么 那种结过婚的女的 或者说 我相信下面有人会留言啊 或者说当了母亲 觉得哎呀多么好啊什么 他不会说他自己生了小孩 然后自己当了母亲 说我当母亲不好吧 因为这个现象已经处于不可逆现象 这小孩已经从你的阴道里面生出来了 这小孩不可能再塞回去 你不可能再把这小孩给杀掉 所以你只能被迫接受这个小孩 只能觉得拥有小孩是一个美好的事情 你没办法 就是他已经这个情况是不可逆的了 当你进入不可逆状态 你被迫就是要爱 要爱上你现在的状态 就像有的人小的时候胳膊断掉了 他一开始很痛苦 但是长大之后慢慢慢慢他习惯了 他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因为他不接受也不行了 他只能适应 瞎子全是这个思路 但我告诉你 不要认为这样的生活是美满的 婚姻制度 人类的婚姻制度 一夫一妻制 绝对不是什么美好的制度 绝对不是 尤其是在现代社会 不要把它扣上一种道德的标签 认为一夫一妻制 认为一夫一妻制 本质就是把一个女人卖给一个男人 成为这个男人的奴隶 本质就是这样 说什么漂亮话 全你妈扯淡了 不要信 你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女性 你要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我讲普通人 好好找一份工作 把这份工作 找你的职业 能够上升 能够努力 然后 有退休金 结束这一辈子 如果你把幸福 建立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尤其是另外一个男人身上 那你的人身注定不幸福 如果你把你的幸福 说我要依靠一个男人 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 为什么 我讲 为什么许多男性 会在婚姻中 比感到幸福 比那个女性 在婚姻中 感到幸福的多呢 因为男性 他想找 网上找那些女的 女的看不上他 那他只能往下 各国都这样 各国的中下层 大量是没女朋友 没老婆的 包括美国 千万不要以为 美国人人都有女朋友 人人都有老婆 开什么玩笑 大部分中下层 底层 没有 这个时候 这个男的 他要找 那他只能找什么 跟他同一个级别的女的 或者比他差的女的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男的 他本来一个单身汉 找了一个女的 跟他结婚 这女的在家搞家务 还每天给他做饭 大部分情况 美国大部分情况 都是女的做饭 下面肯定会有人留言 我家就不是 我跟你讲 大部分美国家庭 跟中国的家庭一样 因为美国的女性劳动率 只有60%左右 中国也是 许多人是家庭主妇 如果你的一生想当家庭主妇 并且有家庭主妇跟你说 我们的家庭主妇生活 非常美好 不要信 不美好 你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 你没有自己赚钱 不可能美好 幸福的生活 一定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之上 不要认为这是败金 不可能的 我告诉你的是真相 不是说有了钱就一定幸福 但是一定是建立在金钱之上 不要依靠另外一个男人 不要说 哎呀我就 我嫁个好人 嫁个什么 那你这辈子注定是个悲剧 女性最好的就是一个人自己自己打工自己自己养活自己吧 最好 除此之外 都是惨 除此之外都惨 没有一条路是不惨的 百分之一百 好吧 我就说这么多了 拜拜